全国体协和各种运动委员会总干事的联席会 今天上午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与球馆举行 会中体协总干事林洪坦 首先说明只要我们有足够的选手和水准 我国将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有的比赛项目 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来发展国内的体育 我国奥会驻西德联络员戴安国 也在会中说明了西德奥会并没有邀请随位参加明年奥会的事实